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台大洗肾无用自来水风波, 沿烧到城大医院, 午日晚间传出城大护理失险将漂白水注入病患的体内, 幸好血液透析机侦测有异状停机, 才避免意外发生, 不过这不是近几年来城大第一次出包, 前年院内也疑似感情纠纷, 丢了六只马飞针, 至今成为悬案, 卫生局今天到城大调查, 对于是否会比照台大开阀, 卫生局尚未决定, 城大医院2016年曾发生六管马飞针失窃案, 由于马飞是管制药品, 无故消失引起卫生局关注, 但当时卫生局, 城大院方相当低调, 警方当时锁定相关护理师与医师, 但是院内没有监视器, 让这起马飞失窃案成为悬案, 失窃马飞针到底是外流或丢弃, 至今无人知道真相, 卫生局也未开罚, 事隔两年, 城大内部管理又出包, 护理师显将漂白水当成洗肾透析药水注入病患体内, 但卫生局强调, 这是一件乌龙案, 透析药水瓶被装入了漂白水后, 又被放到透析药水的层架上, 才会被护理师误拿使用, 索性血液透析机侦测有异状停机, 据了解, 护理师将使用完的透析药水空瓶放在走廊上, 清洁人员A看到地上有空瓶子, 即拿来装漂白水稀释, 但没有撕掉药水标签, 清洁人员B看到透析药水没放在药水层架, 就将装了漂白水的透析药水桶放回药水区针对药水瓶装漂白水, 是否有重复使用医疗废弃物的问题, 卫生局认为这是环保局的业务, 要是环保局如何认定所谓医疗废弃物, 同时卫生局强调, 当台大发生自来水洗肾时, 就已向各大医院宣导, 要注意环节, 成大发生这件事很遗憾, 但对于要不要开阀, 卫生局尚未作出决定。